好 知道東西因為得失電子代電之後 我們來做一些練習 請問你哪一個離子的電子數目跟哪原子相同 它這裡給了你原子序 然後呢你就要知道 綠的原子序17 那綠離子會有幾個電子 哪的原子是10 那麼哪原子有幾個電子 像加加減減啊 加1減1啊 加2減2這樣加減減 你就會曉得你就知道誰會是一樣 誰會是一樣 OK 我們找人來問一下 名車站接問 31 你答案選誰啊 你答案選豬喔 你答案選豬 為什麼呢 因為奶的原子序是10 就表示中性裡有10個子子 10個電子 所以失去電子的帶正電 得電子的帶負電 所以綠呢 我們有17 得一個就願意18 那樣子 皮有6 硫有18 呂有10 所以算出來呢 是呂的電子一樣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要解決這一題 你必須要知道一些事情 啥叫做原子序 什麼叫做原子序 來 原子序什麼意思 這位叫做9號 9號 原子序 原子序是什麼意思 什麼是原子序 你跟上 你有講話嗎 原子序是什麼 不會 中 請坐 原子序就是直指數 直指數 所以原子序是17就是直指數就是17 然後 它跟電子序有什麼關係啊 正常的一般的中性原子 你的直指數跟電子序有什麼關係啊 Number 二分二 二十八 二十八 起立 中性原子直指數跟電子序有什麼關係啊 一樣 一樣 請坐 正常情況兩個就一樣多 所以原子序17 就表示直指數17 就表示電子序有多少 17 然後再來得失電子 得一個就變成18 11個就變成16 這樣子 OK 請問你 有個東西的直指數跟肉指數13跟14 這一題還可以問你質量數 他沒有問 請問你 他的這個S3證 電子數是多少 很簡單 就是簡單 我們剛才講過的 東西會帶電 都是因為得失電子的關係 得電子帶什麼電 失電子帶什麼電 就出來了 OK 二號 八號 李公上 你答案 你答案選誰 你答案選誰啊 你答案選A喔 你答案選A喔 你說 S3證 暫電代表失電子 三證 表示失去三個 我們說正常情況 直指數跟電子數一樣多 所以直指數是13 電子數也13 現在失去三個 所以少掉三個 所以少掉三個 所以就變成10個 所以答案選A 就是很簡單的練習 讓你再重新去理解 原子會帶電 就是因為得失電子的關係 得電子的帶負電 失電子的帶正電 失去一個就帶 一個正 得到兩個就帶兩個負 就是我們前面教過 在這裡練習一遍 就是簡單的練習 OK